老太太过期是大寿 女儿却送来一口大棺材 没想到老人非但不生气 反而美直直的换好寿衣 要送自己上路 但她并不是真的要死 而是躺棺材里装死 可老太太为啥要这么做呢 因为儿子要把他烧成灰 原来二小是村里的小领导 响应号召推行火葬 但他的舅舅 这是老一辈商账业的画质人 不仅帮人操办商事 还向主家放高利贷 因为一对纸人就要卖480块钱 多少钱 480块 48块 什么时候 4块8 四毛八都不值 这叫行骗 画死人才 大刘 这事我说过你没有 说过说过 这事你要交给我们红外理事会办 保证物周到收备合理 把大白这事办得既壮严 又几年 自己瞧着办 眼见外甥断了自己的财路 他又把主意打到了亲姐姐身上 一个劲儿的 说二小要骚了他 小孙子也很懂事 说二小是个坏爸爸 但孙子接下来的话 却让老太太呼啸过来 奶奶 小您是不是跟烧鸡鸡一个分啊 黑你一个小兔崽 去去去找你妈去 为了防止 儿子将自己烧掉 老太太让二小立一张字句 眼看着丈夫左右为难 媳妇赶忙打掩护 让二小开溜 可还没等他走地说 老太太就急火攻心 晕倒了 这下好了 老舅和媳妇都埋怨他不笑 无奈 二小只能在字句上摁下手印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这手印那么一按 老太太立马就醒了 恰巧女儿来诅售 又给他送来一口大棺材 现在字句有了 棺材也有 老太太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但老舅眼睛一转 又想到了个收主意 她马上请来风水先生 要耗亲姐姐的羊毛 算挂的也不需 马上掏出了自己高科技 咱们听听电脑是怎么说的 姐咱看不懂这 得老太太 你听电脑说了 你死定了 老太太被吓得面无许论 但对方马上就给出了破解之法 说老太太只要在这个月 办一场假商事 就可以瞒天过海 骗过阴王爷 老舅赶忙打圆场 说这件事情一举三得 老姐姐既可以考验二小的孝心 又可以看看自己办商事的风光 最重要的是 还能糊弄阳王爷不是 姐弟俩一拍即可 说今天就办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看着母亲的临位 二小当场晕倒 但他却坚持护账 撕毁了那张自觉 不过二小的姐姐 却坚持要赌账 他们在奔商的路上 刚好碰到了二小的领导 对方要拉老太太去护账 但姑奶奶没搭理他们 而是让丈夫操车 然后倒下一车十灰 堵住了对方的去路 接着他就找二小理论 姐弟俩谁都不让谁 二小一着急 就要把老爹挖出来给烧了 但姐姐却不惯他毛病 直接贴脸开大 拿下一血 紧接着是嫂子 然后是丈夫 你怎么谁都打呀 接下就是老周 而就在这时 二小的领导也赶了过来 面对送上门的五杀 姑奶奶也是毫不喊呼 眼看着姐姐如此不闹 二小一气之下 就要撂挑着走 与此同时 领导也责备起了二小 说他面对困难 却不敢迎难而上 二小表示 这是血脉压制 他从小就怕姐姐 还有什么可怕 你不怕 不怕你这么跑了 那就站着转移 避免正面冲突 你现在把他叫来 你看我怕 可真当姐姐 找上门的时候 领导一下子就怂了 一口一个姐的承认错误 不仅如此 他还给二小放了十天假 让他回去处理伤势 随后二小就被众人压了回去 老舅二话不说 就像他讲起的规矩 什么大板宴席 流水席要吃上七天七夜 村里人行李 要有专人记账 总而言之 就是要大办 二小也急了 说大办就大办 反正钱是解不出 然后老舅就带着他去买纸货 但卖货的 却非让二小买一把纸手枪 说那边不太平 给老太太防身用 可二小却觉得火力不够 有坦克吗 啊 接着二小就开始手笑 村里的好姐妹 也都来给老太太哭伤 可一听到 上红超路 俩人一个 一个跑了 给我留一百 哎呀 走不等我来 看着对方大快得意 老太太不容易 你等着嘿 等你将来要死了 我又不狠吃你 但他的当务之急 是急需一个尿盆 看着满地的矿泉水平 老舅也无能为力 他只能不断的让二小磕头 就连小孙子也给磕晕了 终于熬到了夜深人静 老太太刚要去拿尿盆 守灵的人却来了 更过分的是 对方还讲起了鬼故事 老太太气得直落脚 而棺材发出的响动 也吓跑了他们 对方都以为老太太诈尸了 好在小孙子为奶奶解了燃眉之急 而老太太诈尸这件事 又给了老舅敲竹杆的机会 他说这次姐姐事不明误 邀请和尚做法师 但他介绍给二小的和尚 全都是冒牌过 师兄 念哪本经啊 二小当场就发现了端倪 他去找老舅戳母 但老舅却说 而面对老太太的灵魏 姑爷却欲哭无泪 因为这场伤势 已经花光了他的积蓄 可随着媳妇的一记熊猫犬 他又哭得无比伤心 然而更扎心的是 和尚的出场费也要他出 老舅一张口就是三千块 姑爷也很委屈 说他母亲死的时候 红白理事会是收了三百不到 啊这可好啊 死了个丈母娘花了我小两万呐 别别我又不是孝子好了 我凭什么话呀啊 别别别别别别 别啥呀我真惹你了 姑爷越说越激动 君和老太太吵了起来 无奈老舅只能喊来二小 让他出这笔钱 要多少 直说吧 八百八八百八 六百六也行 哎六六大孙啊 好 我去拿 随后二小的媳妇过来送钱 这是他们给孩子攒的学费 但老舅不管这么多 一把就拽了过来 可他却只给了和尚两百二 没想到对方也不是擅长 打不谁呢 不是收好三百三的吗 我这可都是现集团的主角 无奈老舅又给了对方一把 眼见亲兄弟这么黑 老太太直接将孙子的学费抢了过来 当晚他就将钱给了小孙子 但两口子 却以为小孩偷了奶奶的上路钱 又把钱还给了老太太 听着两口子数落村子 老太太心里很不吃滋味 眼看着明天就要出大病 老舅又以各种名目 让他们出钱 孤爷的脑子就像炸开了一样 堂着媳妇就走 打死你 打疼了吧 不疼 打得好 就该他小子出 走 这下所有的担子都落到了二小增堂 二小心一横 说要么卖房 要么找老舅借高利贷 他还就不幸出不了这大病 而他的决定 无疑是将全家逼上了绝路 媳妇吵着要和他离婚 而吵闹声也惊动了老太太 当晚二小就来到母亲身边 要跟老太太说说心里话 小时候闹饥荒 母亲把粮食都给了他 自己下水 捞小球早吃 也就是那时候 老太太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 说着二小就要给母亲再揉一次脚 而经过这几天的观察 老太太也看透了弟弟是什么货吃 他当了一辈子的好人 不求人 不拌嘴 可为了给他大半 现在闹得四邻不安 全家不合 儿子还要去借高利贷 按照老舅的说法 我还真得去借高利贷 原来 小小长大了都还不上 妈 您就真的乐于这样 二小 是妈对不起 跟我也没办法 老太太说 她到那边抱上户口就回来 下次一定听二小的 你儿俩都觉得亏欠对方 妈 你可别这么说 是我对不起您的 你恨妈妈 你别恨我 忽然二小才发现 母亲刚才 跟他说话了 但转头一想 肯定是这几天太累 出现的幻觉 可等他一走 老舅就过来了 他们商量着 拉二小下水 我告诉你 我外甥可是正 专管这行 只要能打通二小这条路 他们以后 肯定能挣大钱 说不知老舅的话 都被姐姐听得一清二楚 他还挺不知止的 向老太太邀功 这送上门的大嘴巴子 老太太能不抽吗 可在第二天出病的时候 带头的大神 却把他们引向了 现成的方向 这大神不是别人 正是二小的领导 他想把送账的队伍 引到火葬场 可半路 却碰到了迎新的车队 两帮人互补相让 一言不合 就开打 随着一虎开水交下 姑奶奶的战斗模式 再次被激活 她一拳 就把人打成了小飞机 行囊官更是 被扔出十米远 却不想 对方恰巧 撞到了老太太的棺木 棺材 就这么当场裂开 老太太想走 但脚上 却缠了绳子 无奈他只能从棺材里 蹦出来 不知谁喊的一句 大师了 众人都世上而逃 新郎官更是 被吓得五迷三道 恰巧二小的领导 过来接口 而经过这一场闹剧 老太太也想通了 跟着领导 就要去火葬场 司机当场被下场 可老太太 却催她赶紧开车 随后二小 就为母亲举行了 送别仪式 要不是老舅提醒 她还真把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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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